歡迎收看第549提依TV 我是主播徐建華 新聞一開始先帶您關注本期的新聞提要 不知道各位是否聽過自立生活的概念 在2011年的時候 台灣正式將自立生活支持服務納入法律保障 強調讓障礙者自主決定生活 藉由個人助理的協助 障礙者可以不用待在家 不用住進機構 而是走入社區 十多年過去了 接下來的新聞將帶您了解 現在的自立生活是什麼樣貌 熟練的用腳操控電動輪椅 穿梭在嘉義市區的街道上 他是林家瑋 一名重度腦性麻痹患者 同時也是推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的行動家 這天他將獨自前往大賣場 與他的個人助理見面 所以你有慢慢開讓他們在後面慢慢跟 沒有 做個人助理做多久 快十年了 有嗎 過程有什麼磨合 剛開始我都聽不太懂他講話 所以他講什麼我都一直叫他重複講 然後後來慢慢的就比較熟識了 也比較聽得懂他講什麼 就是服務久了也變成朋友這樣子 剛開始我也不曉得那個自立生活這個方案 但是接觸之後 我覺得他不光光只是用在身障者身上 他們的理念就是自己決定嘛 自己選擇自己決定自己負責 那這不是我們一般人也應該要做到的嗎 只是我們可能是運用在 不管是工作上或是交朋友上面 但是他們可能把這一套運用在 可能一些生活的基本上而已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兩人之間的默契不言而喻 個人助理代替障礙者失能的部分 但只有他們能為自己做決定 台灣的自立生活運動最早由日本傳入 在障礙團體不斷的奔走與倡議之下 2011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及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 正式納入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希望透過個人助理的協助 讓障礙者能夠在社區裡自主生活 目前台灣大多是由各縣市政府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收到身心障礙者的服務申請 然後我們在協同 那個身心障礙朋友那個同儕支持員 去一起為他做一個身心障礙者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 輸數的部分會依據我們身心障礙朋友 他想要申請的項目去做規劃 要看給多少小時 日常生活當中的照顧服務 基本上我們核定的部分會比較少 我們著重在說 鼓勵身心障礙朋友他的社會參與 他們透過申請個人助理之後 可能本來沒去過的餐廳 或是說本來很少跟朋友有一些聚會 因為他從交通開始到用餐等等 都一系列的不方便阻礙著他 但是申請個人助理服務之後 確實能夠讓他有效的社會參與 甚至在重度甚至臥床的障礙者 我們都不希望他住進去 就是全日行機構裡面 因為他進去之後 生活就已經不能自主了 所以像這樣的障礙者 我們反而會去鼓勵說他多申請個人助理 我們可能會辦一些小旅行 然後我們就會去帶大家去觀察 五障礙廁所或是說斜坡板 或是有沒有一些相關的倒忙的點字的說明 那這五障礙其實就是在我們自立生活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的 我的 時速有多少 被害人的時速是57個小時 57個小時而已 如果他通通過的東西 要吃東西 要吃東西吧 要吃東西吧 那一個就不夠了 可是我都控制了五障礙腳 我還看到這個 代替我嘴巴 代替我 我的手腳 對 各自就去代替他的手腳 對 還有嘴巴 其實 其實 如果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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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受傷的話 其實 就 跟 各自的 稍微是有心的 障礙者要自由外出 參與社會活動 每個月可使用的個人助理時速 是首要解決的問題 儘管嘉義地區沒有時速上限 但在核定上仍需考量經費預算 而這也限縮了障礙者自立生活的可能性 那我們會覺得 比較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說 我障礙者已經 就不方便了嘛 然後我們的社會環境 確實也不利於我們就業去改善我們的經濟能力 可是 我為了要實踐生活 我卻要多繳一筆障礙稅 我覺得時速上面最大的困難就是說 我們可能擬定自立生活計畫之後 我們明白著寫說 我們的時速需要是60個小時 可是我們申請過後 最後收到市府就一直公文說 好你只有幾個小時 這過程是完全沒有任何討論空間的 這從根本上就限縮了障礙者本身的生活這樣 以嘉義市今年112年來講 光我們的服務費的部分 嘉義市撥了500多萬 嘉義線只有400多萬 那就是跟我們服務的安量有相關 提高更多的服務使用叔叔 政府所要編列的經費預算是一定要更多的 那相對也會因為一個人如果提高很多的叔叔 會擠壓掉其他的身臟朋友所使用的叔叔 我們現在比較大的困境是 嘉義市服務員算是比較小 那相對的服務使用者的按量也很多 所以其實那個壓力還蠻大的 那在嘉義線這一個區塊 反而是因為嘉義線的服務員廣大 就變成說我們在各住的媒合上會有一些困境 不論是經費不足還是地域限制 都是個人助理服務所面臨的問題 但更重要的是 政府對自立生活的理解需要有所改變 我們台灣就是去它的歷史脈絡去看待身心障礙者的部分 會造成說我們都會把它講成是獨立生活 或是自立自強 就有點變相的要去要求障礙者不能依靠任何人 然後去完成他的生活 那其實這個跟自立生活本身是相抵觸的 基本上我們對自立生活或個人協助 目前出在的關鍵就是 我們的政府雖然有通過一個法說 我們要執行聯合國的生權公約CRPD 可是我們的政府對身心障礙者的服務的介入 一直都停留在慈善的觀點 可是現在那個整個聯合國生權公約 包括國際上在做身心障礙的相關的服務或政策 都已經建立在人權模式的觀點了 可是我們的政府到目前為止都還是用慈善的觀點 那地方政府也是 嘉義地區的身心障礙者有五萬兩千多人 然而實際使用個人助理服務的卻不到80位 這巨大的落差恐怕需要制度與觀念的改變才能彌補 我們的制度希望障礙者成為一個夢想家 圓夢家 可是有時候在制度上這可能不被允許這麼做 因為他要事先規劃好他所有的行程 才可以去申請服務 這個就是制度上造成他的困難 對 每個人的目標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目標都不一樣 你咧 像我一直的 可以跟您的樣子 所以有時候在外出 不依靠家人 我自己也 在這三五零到處跑 主要是 想要做個資本 但是萬萬能看到無業的可行 今天二月起爆發的台海浮屍案 皆是長久以來的偷渡悲歌 移工就算面臨著生命危險 為了生存 也不得不走向這條不確定的道路 而到目前為止 這起案件已有十名越南移工喪命 為了避免悲劇重演 台灣應正視移工政策的種種問題 並做出積極的應對措施 台南的移民署問說有沒有這樣子 然後台南移民署跟他講說沒這回事 可是後來 為什麼他們家人會相信 他們報這個篇報道 所以講的時間 跟他們出發的時間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他們才會相信 你說是床的意外 好像有意外 搬船好了 那船呢 找不到船 然後那個身上的一些衣物啊 背包啊 或是怎麼樣 完全找不到 而且是什麼都沒有了 他自己就是飄到台灣這邊 所以他們在那個那個 相驗證明上面 它是寫的不祥的 水是屬於泥水 可是原因是不祥的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有14位移工踏上危險的偷渡路途 然而 他們沒有預料到 這一冒險 將成為生命中的最後一次 今年2月起 台灣西部沿海發現多具浮屍 警警方確認 其中10名罹難者 為遇偷渡來台的越南籍移工 並且有4名三位尋獲 這艘橫跨黑水溝的船之上 存在的是什麼樣的人 究竟是哪些原因 讓他們不惜冒著生命危險 也要偷渡來台 其中一位罹難者 名叫阿雲 他與一群同樣渴望 改變命運的移工 穿越未知的海洋 卻發現他們的希望 正逐漸沉默 阿雲過去曾以觀光方式來台 但因逾期遣返 之後只能以偷渡方式前來 而本次是他第三次前來台灣 聽他們就先要坐船到那個大陸那邊 然後在大陸那邊去留一個信息 然後再從大陸那邊 然後一起租一個船 一起租一個船過來這樣子 所以那個船就是由他們自己開 然後就說快過來的時候 他們就放船這樣子 然後就流進來 這一群有14萬14人當中 他們幾乎都是以前都是來過台灣 有曾經當過台灣的合法移工 然後可能就是你知道很多運輸 工廠 就像他們所謂他們講 工廠沒有加班 還有什麼家裡的債務 還有沒有含信息類等 他們就變成是非法移工 而非法移工當在台灣的被抓起來以後 就被遷法 所以他們就選擇就是坐船 或比較走非法的管道來台灣 這群移工多來自中越以北的省份 包含義安省與新安省等 當地天災較多 工作機會較少 每月平均薪資約為七八千元 而相比微薄的薪資 根據范金河所協助的個案 移工被收取的仲介費 高達15萬到19萬元 偷渡則需要19萬到23萬元 但偷渡能接觸到薪資待遇較好的工作 因此為了逃離貧困 移工被迫遠離家鄉偷渡來台 他們想來台灣的 他們原本就已經想好有一些工作可以做 那這些他們選擇的工作 收入會非常的高 像很多女生願意來台 可能就是做台 陪酒的 或甚至下台的 因為只有這樣子的工作 你就可以賺得到比較快 一個月可以賺到一二十萬 二三十萬等 還有一些人際關係可以行住 男生來講 男生就是去工地上班 工地上班今天如果是你當人家的助手 一天沒有2500到3000塊 對他們來講說 如果我一個月我可以賺 10萬塊好了 那我花個二三十萬 能兩三個月 甚至半年的都 我就賺回來了 除了來台所需成本 簽證取得的難易度 也是促使移工 選擇非法管道入境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據禁止外國人入國作業規定 依照個別違反釋由 被遣返至移工經過一定的年限後 方能再次申請來台 但實際上 移工申請簽證的過程中 卻粗粗碰壁 移民署不給你限制 外教部那邊 會無理由拒絕你 不用解釋 因為他們也很有可能 懷疑說你再來的話 你還是會逃跑 所以每年過了以後 就算你過那個期間 你也沒辦法 申請那個簽證來台 我來自八年都沒有聽過 有一個例子 就算他有跟你講 所以你五年後 你十年後 你的那個 那個護照完了 然後再辦過來 可是真的沒有一個例子 能辦過來過 越南是台灣外籍移工的 主要來源國之一 面對高額仲介費 以及來台相關問題 台方與越方因攜手合作 打破移工被剝削的循環 然後公局要解決的方式 你有沒有曾經每個移工過來 你有問他你花多少錢 因為政府沒有一個第三方來去做鑑定 我是不相信政府 我也不相信中間 可是今天如果我是立場 是我去保護這個移工的話 你政府你中間想拿出證 你要經過我這邊 我是實際去問的 那有沒有這樣的動力 政府沒有這個平台 然後現在外交部來講 不用那個中間公司 他現在要把你帶過來對不對 那你來跟我做當法 可是一般的中間公司 絕對不會給你當法 因為跑掉的是移工的權利 我中間公司不能壓人 所以還是你越南那邊 你已經有犯罪過了 五年後我再給你過來 你拿什麼保證來 讓外交部會有信任說 你來到台灣你不會再跑 而在探討解決方法之餘 福士庵的後續處理流程 也不容忽視 那時候他們不知道是要 叫委託誰 就趕幾天他們就指定說 那在台灣只有這個 當季牛 比較有大膽一點 可以去接這個 去陳述 那九國裡面是七個 是委託我 當初那個福士庵 他們是交給台南的派出去 那後面連續的 撈到九句的時候 臺灣這邊就比較挺接來了 那這個時候 執改單位就說 把這個案子都轉成一個 報告局 法務部 變成就是國案的問題 所以他說重新驗 那臺灣的法律 來規定的是 如果是愚公今天在臺灣死亡 你一定要有相驗證明出來 家屬在國外 才可以去辦那個簽證 過來臺灣 那這九句的屍體 會認不出來 是看不了相驗證明 那家屬就不能拿 那你怎麼玩 所以他一直稍微的圈這樣 後來是家屬一直覺得說 怎麼樣 鬥兩隻月 鬥三隻月 沒有華麗體這樣 那時候 我有跟他們講說 好那你們就提了 我想 因為這個人不是臺灣的願意 那檢察官就討我過來 那我跟他講 你現在指名指定 每一個家屬裡面 派出一個親屬 傳票叫他過來 等於是說 等下方要調查看見 那你對馬上就抵出來 是想要去進你家的嗎 那時候 很多單位有來協助 艾雲的親妹妹過來認證 然後抱他回去 就是已經辦上次也都辦好了 就是 都處理好了這樣子 他很開朗很活潑 很開朗很活潑 對人也都很好 帶人很好 然後 你講話很直接 然後很開朗這樣子 其實一個蠻不錯的 很不錯的一個女孩子 對 九人裡面有一個黃翅雲這個 然後她妹妹是來台 對 那我有聽她妹妹說 就是 姐姐就是 之前在台灣這邊工作 然後也是很喜歡台灣 希望大家都和平 也是看大家 他們也是很幸福的 然後說平整對待 希望是這樣子 台海浮世案 移工的死因依然沉迷 但在這冰冷的死亡數字背後 是一個個為了家庭生計 辛苦來台打拼的故事 醫工們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 期盼本案件的教訓 並不會隨時間流逝 各界能共同努力 避免相似悲劇再次重演 受到少子化影響 許多大學傳出合併的消息 大學合併目前以公私力 各自合併為主 但今年5月 台科大與華夏科大整病案通過 在尚無法源根據的狀況下 整病困難重重 究竟這次的案例 是否代表趨勢改變 教育部又會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是這次整病案受人關注的地方 大風吹 吹什麼 吹人太少的大學 大風吹 吹什麼 台灣近年來大學停招 退場合併頻頻發聲 有如小時候玩的大風吹遊戲一樣 在這個小詞號的趨勢下 誰的條件被點到名 誰就得離開名為大學的這張椅子 2023年5月 出現了一樁讓教育界為之轟動的事件 那就是身為國立的台灣科技大學 和私立的華夏科技大學的整病 拍板定案 這是全台灣第一起公私立大學整病的案例 大學大風吹吹的這陣風 為什麼吹到公私立這裡來 華夏科技大學的老師及學生站起來後 又要如何坐下 是這次案件最令人關注的地方 公私核是出現了另外一個新選擇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於說不同的合併選項 都會有一些優點 有一些可能性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像這一次 台科大跟華夏 最大的利基點應該還是地理位置 也就是說台科大一方面它校地比較小 可是華夏科大它有很好的附地 兩個學校也不遠 所以我想這會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相信每個學校 在這個少子女化的風潮之下 它都會面臨到不同的困難 那特別私校裡面 因為它的這個 以學生的人數逐年遞減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經營上會越來越辛苦 今天台科大跟華夏科大 剛好有各自的這些需要 那我們看到達到又有同樣的這樣的默契 所以也很感激這個華夏科大 在這裡面的願意跟台科大 有這樣的一個合作 本次整病才建進式整病 整病時常會拖拉制約五年 能讓現在就讀華夏科技大學的學生 能夠以原校畢業 領到自己學校的畢業證書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也有較長的時間 可以慢慢吸收課程 校地教職員銜接的經費成本 那建進式整病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當初在整病的這個過程當中 第一個我們當然是希望是 第一優先當然是讓學生的受教權 不要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建進式的概念 也是從這裡來設想 就是說我們希望華夏科大學生 可以安心的在這邊把他的學業完成 在建進式整病的內容中 除了圖書館資源開放利用外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也透過微學分學成 讓華夏科技大學的學生 能夠以較少的時間成本去上台科大的課 除了減少負擔外 也能讓兩校在整病的過渡期達到更好的融合 微學分學成就是說 有時候有一門課 比方說可能是三學分 那可是覺得這三學分裡面可能 這個從理論到食物等等的加總在一起 一整學期 每週要上三個小時 這個負擔有時候對學生來講可能比較重 負擔比較重 那可能我們就會把它設計成 也許我就是一個小時 事實上微學分的概念 就一個小時一學分的概念 讓他去做食物的操作 可以變成每個禮拜 只上一個小時做微學分的這些 操作 那你也可以變成是說 我可能三分之一的學期 那三個小時 那可是我在三分之一的學期就把它完成了 利用這樣的設計讓學生可以有不一樣的學期的樣態 兩校都努力在整病案達到盡善盡美 但首期公私立整病必定存在許多討論及困難點 公私立大學整病最根本的瓶頸就是沒有法源依據 兩者在法律上存在的形式差異太大 全國私校官會理事長尤榮輝認為其中仍存在許多問題 國立大學跟私立大學他們設校的一個法律的地位完全不一樣 你從法律的程式來思考這個問題好嗎 國立大學他不是一個法人 他不具法律上法人的地位 他只是政府底下的一個公營造物 或者說政府底下的一個機構 他是由政府設立 他沒有一個獨立法人的地位 那私校是一個獨立法人的地位 一個法人跟不是法人怎麼合併 制度上可以這樣子嗎 就是 除非在法律上立足點不同 公私立大學教職員退休後的保險制度也不一樣 有人會提到 華夏科大的老師在進入台科大就職為專案教師前 必須先結算完各自的退輔金 並且將年資歸零重新累計才能談後續 這中間過程沒有法員沒有參考 要如何保障到雙方的權益 確實是個難題 如果就法律面的要求來看 其實政府的確需要有法令的支撐 或是要有新的法律去銜接這一塊 但是也因為公立大學本身 他一直都還算是公法人 就是說教育部底下相關的附屬機構單位 那也這樣子的關係導致了 他跟私立大學本身性質很不一樣 私立大學就是 基本上就是財團法人 那所以他會有董事會 可是大學沒有 那如果兩個邊要對接 理論上需要通常就是 國立大學變成公法人 那這兩個都有董事會的話 比較容易相對接 要不然就會像您剛剛所提到的 老師的身份地位 即使台科大願意去接受這些老師 在人事還有教師聘任的法規程序上 也很容易不符 沒有辦法符合規定 所以他才會變成只能是專案教師 就是這樣來的 一起整併的案件 要做到面面俱到難度非常高 這或許跟早期 人人都有大學年的政策 導致的後果有關 當初五專一間間退場成大學 如今卻又沒有足夠的經費 及學生去支撐學校的運作 私立大學一間間退場 效益所會輪到誰 這之中又要如何保障師生權益 難道真的沒有解套嗎 其實是有解套的啦 只是目前政府不朝向這樣做 什麼解套呢 其實一定要設一個暫行條例 讓私校去轉型 那怎麼樣才會讓公立大學有動機 答案其實也很簡單 也就是說私立大學 要先可以處分校地 就是可以賣錢 因為有一些私立大學 雖然他招不到學人 可是他校地是很值錢的 那也讓他去變賣轉賣 然後有一些是可以給某一些公立大學 或回饋到他們所謂的那個基金裡頭去 那這樣子他才有辦法 一來是有效退場 二來是如果他希望公立大學去接收他們 他也才有辦法呢 把這個校地啊 畫他本來可能不需要那麼大 他可能賣掉一些之後 公立大學才有辦法接手 不然其實要遇到像台科大 這麼有錢的大學 是很困難的 大風吹 吹什麼 下一陣風會吹到哪所大學 仍是未知數 而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及華夏科技大學的整併案 才剛定案 他或許能提供其他大學 作為借鏡 台科大主任秘書李政修認為 這次整併案不可能完美 但是也盡力了 具體的實施也將在未來 持續做軌動式調整 而教育部面對這樣的趨勢變革 是否會隨之修法 保障師生更大的權益 也還有待觀察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 台灣在2020年底時 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已經達到54% 超過了世界平均的40% 但是在光鮮亮麗的數據背後 卻有著學生素質降低 就業優勢消失和學非所用等問題 而這些問題形成的原因 以及學者們對於事件的想法 也成為了議題討論的重點 高等教育值得是在大學 研究所、學院等高等教育機構 接受的教育 這種教育為學生提供了更深入 更專業化的知識和技能 隨著時代的變遷 高等教育也不再是社會上 少數基因的特權 在內政部國家發展委員會 於2022年給出的統計資料中 台灣的高等教育普及率 於2020年底達到了54% 遠高於世界平均的40% 而台灣能夠有這麼優異的數據 和台灣大學數量的發展脫不了關係 在台灣歷史上 西元1994年發生的410教育改革大遊行 是台灣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大轉捩點 該年在4月10日 台灣數革民間團體發動了大遊行 並成立了410教育改革聯盟 他們針對教育改革提出了四大訴求 引起了社會的廣泛回響 而廣泛高中大學便是其中一項重要訴求 我覺得談台灣高等教育發展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從這個大學的發展數量這件事情來看 所以其實台灣高等教育在找大學的數量 基本上是有一定數量的管控 410教育改革之後 有很多人提出這個高等教育要普及化的這個訴求 所以才使得我們高等教育的這個大學的數量 在410教育改革之後有大量的成長 410教育改革之後 社會上出現了許多新的大專院校 但隨著大量高等教育機構而來的 是大量高等教育的售教機會 過多的售教機會使得學校必須降低門檻 來增加自己在市場中的優勢 也使得學生的普遍素質受到影響 我覺得高等教育最大的問題其實真的就是市場化 我們為了迎合市場會改變政策 為了收到學生一直降低標準 我告訴你如果取率那麼高 淘汰率那麼低 然後呢 我必須要講的是我們的博士生的程度 都不如以前的碩士生 碩士生的程度不如以前的大學生 我相信現在大學生的程度不如以前的高中生 高等教育算普遍平均數值下降 可是好的還是好啊 就是個人嘛 但是不多啦 可是我覺得好的會更好的情況之下是你要有 兩好的同彩的競爭跟互相提升 但是如果一個好兩個好然後呢 大家都爛 你知道那兩個會怎樣 他會比較沒那麼好 但是他還是維持班上最好 可是我覺得這樣真的很可惜 今天如果大家都好 這兩個會衝得更高 除了學生素質之外 高等教育的普及同樣對就業市場產生了影響 大量出現的大學畢業生 使得大學文憑的價值快速下滑 澄清大學生們因以為傲的文憑附加價值 在這個學歷氾濫的年代早就不值一提 像你有個大學的學歷算是一個基本門檻 不管你是普通大學還是科技大學 那某方面來講也許雇主方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反正你們大家都是大學生 那我就覺得大學生我只給這樣 我也請得到大學生 我會覺得是也許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後 在於就是我們的薪資的水平上 好像沒有給予相對應的 就是例如其實我自己聯想到的是 其實當年我還在學校念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的基本工資 甚至是不到兩萬塊 但那個時候的大學生啊 他其實畢業也有兩萬六兩萬八的薪水 可是你換到現在 其實今年已經基本工資已經提升到26400了 但是好像大家現在也會覺得 我如果大學畢業可能拿到一個三萬塊的工作 甚至三萬五好像就算非常好 除了文憑貶值的情況之外 高等教育血用不服的現狀 也是目前大學畢業生經常碰到的問題之一 台灣的高等教育 每年都能夠產出大量的畢業生 看似人才經濟 卻沒辦法符合業界的需求 不免讓人質疑高等教育的成效 我們政府其實常常會因應我們的 特別是經濟發展的需要 然後去強調說我們目前其實可能重點產業是什麼 那也因此我們會投注大量的經費在相關重點產業發展上 包括人才培育 那這其實也是一個讓高等教育學服有機會去多爭取一些政府經費的一個管道 這幾年觀察到是有些學校可能就會選擇說我們去做一些系所的調整 或是想辦法跟教育部申請成立新的系所 可是我們的確在甚至在系所的名稱上做調整了 但是在實際的各方面的課程設計啊或是失資的背景什麼的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直接的就是馬上有個很大的轉換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就是為什麼說好像我們的人才多 但是跟業界沒辦法完全接軌的原因 在光鮮亮麗的數據背後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為台灣的教育生態帶來了不小的衝擊 不論是在學術研究方面、學生素質方面以及就業市場方面都面臨困境 然而在如何解決高等教育普及所帶來的問題上 學生們眾所紛紜、缺乏共識 錯、廢除大學、廢除大多數的大學 因為根本真的沒有用 因為根本沒有那麼多人想念大學 你們都弄錯了 根本就沒有那麼多人想念大學 他只是想要學歷 那這物語的學歷有用 高等教育發展在世界各國一旦走向普及化之後 他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再回過頭來 去縮減名額然後變成精英教育的老人 高等教育普及化是台灣教育政策的重大里程碑 然而 伴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許多問題也浮上檯面 台灣未來如何處理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帶來的問題 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又該往什麼方向前進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不少身心障礙者平時需要透過復健的方式 維持身體的肌肉 但其實透過運動也能達到良好的效果 除了生理條件的限制之外 台灣身心障礙運動的知識以及資源的不夠普及 也導致他們能夠接觸運動的機會不多 因此未來還需要藉由各界共同合作 打造更友善的運動環境 身心活潑的全盲運動員Rock 不受生理條件限制曾經嘗試多種運動 獨木舟、衝浪、地獎、飛行傘、協力車都難不倒塌 這是盲人棒球、短距離田徑與跳遠等運動項目的職業選手 熱愛運動的他勇於嘗試不同挑戰 也希望藉由自己的經驗 影響更多與他相同的身心障礙者 我很想要說服他們出來運動 我不是鼓勵他們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想做的事情 可是他可能 因為我們接受的資訊就比較片段 我們就聽人家講比較多 自己也是讓朋友因為眼睛的關係 所以在做事情的時候都會很保守 所以對於他未可知無法想像的畫面 他不會去做 然後 我覺得是 我很想去跟他們 去說服他們做運動 就是因為我覺得運動的好處實在太多了 雖然Rock現在有豐富的運動經歷 但背後卻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 在不斷嘗試各種運動的過程中 他也曾多次因為身心障礙者的身份 遭到拒絕 因此他也期望台灣能有更多 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運動資源 我覺得最困難的是 在戶外活動上沒什麼資源 因為可能大家也沒辦法了解你 所以變成是也沒辦法提供 假設你去跟人家講 人家只會想說 你現在體力OK嗎 可是我們去跟人家講說 會有一個說 你看不到 很危險 阿巴拉巴拉這樣子 所以有很多東西是人家給你的框架 你就還要花很多力氣突破 就是我們的運動好像就是 要有一個是成績導向 你是為了比賽而來運動 你不是為了熱愛運動而運動 因為你根本沒有辦法熱愛運動 就連讓你可以開心運動 你都沒有辦法開心運動 你根本沒有辦法開始 所以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也是 希望有一些合作的人 或者他是單位 至少有一些 至少你知道說 來到這邊 你私藏朋友來到這邊 他是可以被照顧 被引導從事這方面的活動 或運動 為於嘉義埔子的敏道家園為身心障礙服務機構 園中大部分的服務對象都是重度身心障礙者 近年來敏道家園逐步引進多種身心障礙運動項目 在推動的過程中 不僅看見服務對象的轉變 也發現支持者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們開始想說要玩那個身心障礙的運動開始 其實我們本來很簡單的一個初衷 是希望說 就是讓他們可以找到一件事情 是他們會喜歡做的 他們就會想要投入 這些活動推展下來 我會覺得就是讓他們真的生活 真的變得比較不一樣 然後對他們來講 他們會覺得這種東西 這個運動當下 終於他不用再是永遠都是一直受別人幫助 生命的掌控權我們要自己欣賞 然後其實你會看得到那種 就是他們眼神裡面的那種就是 就是那種眼神裡面你就看得出來 他真的是很興奮很開心 然後其實我們也在這裡面支持者的學習 我們怎麼去把自己當作工具 因為以往其實我們的角色常常都是 都是可能是一個權威者 可是當我們今天要支持他們做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是需要把我們自己退到 比較後面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是一種轉換 然後我覺得對工作人員來講 他也是一種成長 由於每位身心障礙者的狀況不同 因此適合的運動種類與長度也會有所差異 看他們的興趣 然後還有他們的功能 那當然就是我們一開始會先提供很多不同的活動 讓他們去嘗試 就像我們之前也有玩過地板滾球 然後冰湖 然後競速車質感 就是其實很多不同的體育活動提供給他們 那依照他們的興趣 那我們再下去看說 我們要怎麼透過可能一些服具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幫助去調整那些活動的內容 那就可以適合他們的功能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對他們生活上 他們會覺得對這件事情是抱有期待的 就像阿關他覺得對這件事情很有興趣 然後所以他每到禮拜三的時候 他就會特別期待這件事情發生 那當然包括他們對他們身體功能 也是有好的一些影響 那你覺得騎這個車好玩嗎 一個一個班 好玩 開心 誰討厭到那去 我們現在才是健康 台灣這些人其實是運動的比較沒有 周伯鴻擁有物理治療師 台灣腦性麻痹運動休閒協會理事長 以及嘉義縣體育會身心障礙者運動 推動委員會主任委員等多重身份 一直以來都致力於身心障礙運動在台灣的推廣 明道家園與周伯鴻合作多年 在園內推行身心障礙競速車養成班 提供服務對象不同的運動選擇 腦馬小孩子基本上都是屬於肢體非常不方便的小孩 那你運用的這樣的一個擋板做墊 讓他們的手跟腳可以稍微有支撐 讓他們的腳可以去運用他們剩餘的功能 會讓他的之前不常用的肢體的動作 在這個肢體訓練上面可以得到一些訓練的效果 所以我們出發點就是讓他們可以用運動去取代一些 復健那個枯燥無味的東西 他可以在這個環境裡下去做一些活動 這個運動是我從丹麥那邊引進到台灣的 他是屬於國際上腦性麻痺的正式的田徑項目 未來是帕奧2028或是2032的時候會列到帕奧的正式項目 所以我在台灣推行這個運動 是希望從小去培養腦馬的小朋友 給他們一個運動習慣以外 體驗這樣的運動如果他喜歡的話 未來可以從事帕奧的運動 幫台灣拿一個帕奧的腦馬的靜態 這是我的夢想 我們看到在身心障礙運動裡面 有很多的項目跟選手是不足的 為什麼? 我一直在問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人去帶他們出來運動的機會 要把身體 啊! 右手可以把 啊! 哈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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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體育署針對神心障礙學生推動適應體育 內容包含發展活動、訓練、遊戲、韻律與運動 讓年幼的身心障礙者也能受到重視 也讓體育課不再只是又一次的復健 而是透過身心障礙的孩童與同學之間的互動 在強身健體的同時 也能促進他們與他人之間的交流 因為在過去我們有很多的適應體育 為了孩子的個別化 所以他可能變成他單獨需要做一些什麼樣的練習 不是跟大家 不是全班一起的 那他可能就會變成是說 他就是自己一個人 可是現在就是他融入在教室的課堂裡面 融入在團體裡面 那在這個團體裡面 他事實上他可以學得更多 怎麼樣去跟別人相處 怎麼樣去跟別人合作 然後怎麼樣在遊戲裡面 也可以幫大家獲得勝利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 是在整體裡面才可以做到的 而不是否他個人他可以去完成 那我想這些活動對他的價值是更大的 隨著適應體育的觀念轉變 適應體育不再只是針對身心障礙學生 而是希望幫助所有對體育感到困難的孩子 都能順利的參與每一次的體育課程 你不要說特殊小孩 其實一般的小孩也是有一些是 體育非常害怕體育課 或者是體育能力不足的小孩 那他們有時候甚至於比特殊小孩更加的 更加的不知道怎麼去上體育課 對所以我覺得老師在設計課程的時候 已經不是單單就是說 我只是為了特殊小孩去設計 應該是說我們要設計的課程是 我的運動目標可以讓每一個人都達到 身心障礙族群在運動上的困境與成就 值得被更多人看見 也期待透過各界的合作 逐步打造更適合所有人的運動環境 隨著炎熱夏天的到來 水上活動是民眾夏日消暑的好選擇 四面環海的台灣擁有豐富的海底生態及景觀 潛水便成為許多民眾熱愛的休閒活動 部分民眾也成為潛水教練 分享潛水的知識和快樂 在愉快潛水的同時 也有一些守則要注意 在開心潛水的同時也要記得保護自己 年年夏日到來 潛水是我們消暑的選擇之一 在不同的潛水形式中 水廢潛水更能近距離探索海底世界 許多人也因為喜歡海洋 選擇擔任潛水教練 以海為生 大學讀海洋休閒管理 一開始也沒有設定要讀這個系 因為我是南投人 所以我也是到大學之後 才真正開始玩水 而且是因為這個科系我才開始玩海水 其實玩水我都很喜歡 可是因為潛水的東西在水下特別安靜 在水下跟自己對話的感覺蠻特別的 一直潛同一個地方 可是每一次下去看到的風景都不太一樣 所以就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當上潛水教練之後 他就變成我的工作了 我們下去潛水的時候 專注力都會擺在客人的地方 他們的安全第一 再來是客人的娛樂性 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 把我們的歡樂帶給大家啦 潛水主要分為三種形式 其中運用的設備 以及掌握的技巧也各有特色 潛水大家比較常見的 就我們分為三種 第一種就是大家最常見的浮潛 然後第二種就是我們的 杯裝備的水杯潛水 第三種就是沒有杯裝備的自有潛水 這三種差異 浮潛大家帶著面鏡啊 呼吸管可能鑽著救生衣 在水面上 而用一個俯視的視角看海力 水杯潛水的話 面鏡啊 然後挖斜啊 之類的 然後還會再加一個重裝 我們加BCD 背著氣瓶 然後再咬調節器 讓你可以在水下 可能可以長達40分鐘 甚至到一個小時 都不用出來換氣 自有潛水 它的裝備 跟浮潛的有點像 一開始會在水面上 調整好自己的呼吸之後 吸了一口氣 用這一口氣 下潛到水裡面 在水裡面玩耍之後 再浮出水面休息 潛友們對潛水這項運動的感受 和追求都不同 而潛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只要不怕水就可以了 那至於會不會游泳 你只要會簡單的打水 你甚至不一定要會換氣 你都可以去潛水 因為你杯的氣瓶 其實呼吸的方式 跟在地面上是一模一樣的 在水裡面放輕鬆 然後享受在水裡面悠有的感覺的話 你還是可以去享受潛水的樂趣 本來就有這個想法 然後就是想要挑戰自己的人生 然後想要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又覺得蠻喜歡水上活動 有這個機會可以去深的水域 更仔細的去看那些山谷感覺還不錯 就是想要去學學看這樣 潛水對我來說最有趣 或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應該是 背著氣瓶到水底下 然後去探索這一片海洞 然後平常你就會一直想要 找別人一起去考潛照啊 或者是之後有機會可以一起去揪潛水 一起出去潛水這樣 我已經潛了至少第五次了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可以看到 海底生態 因為我們平常在陸地上生活 那些動物平常看到 但是到海底就可以看到 然後看到牠們就覺得很放鬆 覺得心靈被療癒了一下這樣 局限性 我們水費潛水的話就是價格啦 裝備比較多一點 一般人比較不會自己去買這個裝備 所以他們都會選擇租借裝備 是另外一個費用 一般人會覺得水費潛水怎麼價格這麼高 但其實台灣已經比國外稍微平價一點點了 那再來可能就是體力了 在台灣的方面比較多是走路下去潛水 所以你必須背著20公斤左右的裝備 稍微比較辛苦一點點啦 面對未知的海洋 潛水員們必須遵守安全規章 警跟教練 敬畏海洋 保守評估自己的能力 讓風險降到最低 下水之前 第一個當然 路上的準備的話 把你自己的身體狀況確認好 然後再來就是自己的 路上的裝備的準備 好 路上一切準備OK之後 你下水前都會獲得一次 你的島潛或是你的教練的一個潛水簡報 它會介紹當地的水下地形啊 水下該注意的海洋狀況或者是生物狀況 或者是我們它這次的潛水規劃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以上的這個 陸地上的準備準備好 然後教練的指示 確實的吸收進來之後 這樣子其實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潛水手勢都潛水眼一抖 第一個就是問大家 喔不OK 那如果OK的話 就很簡單回一個OK 但如果不OK的話 我們會這樣子比 這個是不OK的手勢 這個在我們潛水員來講 這個是上身的手勢 大拇指的方向會代表我們去哪裡 這個是上身 那這個是下潛 對不對 其實潛水手勢有很多種 不過都是潛潛一抖 而且 大家都是建立一個默契而已 啊它如果有 它如果有乖乖乖的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其實潛水遇到的狀況 很多種 不過一個大原則 你只要在水下 可以保持冷靜的話 百分之九十九的問題 都可以在水下處理掉 如果我今天在潛水過程中 可能因為能見度差啊 或者是海礦不是那麼漂亮 都沒有注意到 大部隊已經離開了 這時候剩下我一個人了 怎麼辦 在原地等待一分鐘 讓離開的教練啊 或者是大部隊 回來慢慢的找你 這是一分鐘的一個默契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慢慢的回到水面上 之後你的教練也會一樣 早一分鐘找不到之後 他也會回到水面上 這個就是我們 一分鐘緊急失散的 這是潛水人的一個默契啊 在享受海洋景觀的同時 也要注意潛水時上升的速度以及時長 遵守安全規章 降低罹患潛水膚病的風險 也保障自己的身體健康 潛水膚病我們又叫它減壓病 潛水人為什麼會獲得這個減壓病呢 第一個就是潛水過程中 身體裡面是會累積氮氣的 因為我們吸的是壓縮空氣 那在水裡面的時候 會有水壓的關係 壓力差會造成身體裡面的氮氣膨脹 那膨脹的時候 如果上升速太快 氮氣膨脹卡在身體裡面 這樣子就是減壓病的其中一個形成的原因 那另外一個原因的話 就是每個人潛水過程中 都一定會累積氮氣 如果你潛水潛的時間過長 讓身體裡面累積的氮氣量太多了 超過你身體的負荷 那就有可能提升我們減壓病的風險 除了潛水之外 壓力比較高的地方工作 像台灣有出過的案例就是捷運的工程 那一般來講我們 業餘潛水應該不至於會是潛海深 除非你沒有按照規定 它有分兩型 第一型就是人是皮膚的症狀 出現一些斑紋 皮膚不舒服 癢啊或是奇怪的感覺 另外就是 骨頭的痠關節疼痛這樣子 那這個第一型是比較輕微的 第二型就是比較嚴重的 是神經型的 意思是改變啊 或是癲癇啊 或是像中夢的症狀 這都是比較危險的 其實潛水這件事情 已經是研究很久了 那標準潛水都會有建議說有一個減壓表 所以其實你應該按照減壓表 就是你潛水多深 在那個環境下待了多久 你上來的速度應該是怎樣 這其實都有相關規定 美麗的海洋促進了觀光業的發展 但海洋污染也隨之加重 垃圾的氣質甚至傷害了海底生物 潛水源清理的力量有限 期望所有人共同守護海洋 我最近去潛水的時候 雖然海底下還是很漂亮 可是有時候在潛水之前 我們會從岸邊這樣慢慢下水 那在海面上其實有時候 就會看到一些漂浮的垃圾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塑膠袋啊 或是空的寶特瓶 到水底的時候 可能偶爾還是會看到一些玻璃瓶的碎屑啊 或是什麼瓶蓋啊等等的 這可能是對海洋生態的一個警訊啦 我們琉球有當地業者啊 潛水教練啊 自發性組成的一個團體 叫做我們小琉球海洋志工隊 一年可能會有八個月左右的時間 大家自發性抽空聚集 是下到海裡面 為琉球周邊海域去清理海裡面的 一些大型垃圾 他們也會定期帶著團體啊之類的 一起去周邊沙灘跟潛灘的地方 去進行淨灘的活動 自己在潛水過程中 當然看到垃圾我們當然能力所及 我們會去撿啊 我們能撿的量實在是有限的 如果你今天真正有在接觸海洋 哇那你看到那個畫面其實是滿心痛的 大家最好可以還是對於這個環境 海洋也好或者是大自然都好 各盡一份心力啊 除了讓我們從事水上活動 海洋更是許多生物的家 在享受海底世界的同時 我們也應該擔起守護它的責任 讓世世代代都能看見這片蔚藍的海洋 陶雕大師楊元泰 在他從事藝術創作的四十多年中 不僅深耕加以朴子 也嘗試走向國際舞台 在走向世界的同時 也不忘回頭用自己的作品回饋在地學校 從平面雕塑再到陶雕 以現代藝術融合在地文化 楊元泰用它貫穿藝術與人生的務實觀 造就其聚播之境 陶雕會 所以長期的一直摸索這件事 陶雕會 會產生什麼樣貌 為這 去給它收起來 第一次當然是偶然 但是 你應該讓它變成必然 在鋪子由農社改建的工作室裡 隱身著一位享譽國際的陶雕巨博 楊元泰本名楊國雄 四十多年以來買手於陶雕藝術 是台灣少數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國際陶藝學會榮譽會員的人 藝術其實我本來從小就很興趣 當初我進到東俗中學的初中部裡面 那麼裡面有一個很好的老師 叫做吳美玲老師 現在有一個美玲美術館 常常有時間他就叫我們到他的美式教室去畫畫 就是從小就這樣培養出來 再參加聯考 就考到藝專 學校就把我混到雕塑 其實當初我也不太喜歡雕塑 因為我覺得雕塑當初做的大概都是紀念性的雕像 像國父、總統、孔子 原以為雕塑學的是古板銅像 在現代主義雕塑大師楊瑩鋒老師的影響之下 楊元泰依然走向現代雕塑直路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雕塑家楊瑩鋒老師 跟我對談之後 他邀我到他的家裡 參觀他的工作室跟作品之後 我就決定我就是留在雕塑了 其實在我出來教書的時候 我就開始研究智陶 陶是以土做媒材 從雕塑開始 我就比較有自信說 我本身從平面繪畫到立體雕塑 我現在就用在這個基礎上 我再去研究火跟土的關係 在西化與現代雕塑的基礎之下 楊元泰在解研之後 扮演著轉換現代藝術舞會的在地藝術家 大師的創作觀禮強調的是藝術的自我追求 他最想要表現的作品 他的文化理應於術科 他創作設計 他變成作品 做陶塑是比較容易去表現出來 他跟傳統都沒有 去探討藝術這個領域 比較屬於個人的 那麼藝術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是屬於精神性 因為對我來講 藝術跟我的臉質一樣 他隨時會跟著我 他本身的自覺 自己的覺知的一個經驗 他現在還是提出這樣的看法 就是他覺得是 藝術是很引導 但是不是用教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屬性 在楊元泰作品的與會裡 柔和的不僅是西方現代藝術 更多的是台灣在地文化的土地情感 1980年辭掉工作的時候 做這個營業 為什麼會回來這個地方 因為我想要做創作的地方 這個是我父親在這裡耕作 這是由農事慢慢改建 回到這個地方 我就融入這種農家的那種生活 有很多台北 他們都在公寓裡面做頭 我告訴他們 你沒有採到土地 因為採這個東西 當你做一個工具 你有很多花念 有很多經濟的時候 可能你就不能那麼舒服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堅持 我們所面對的環境跟資源 或許變少 可是我覺得好處是 或許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來沉澱吧 大師的再厲特性 展現在將自然的感觸投射於作品之中 其中從機場國門到小學校門都可看見的作品 《山日》 更是展現楊元泰對於台灣壯麗山景的感嘆 早起起來 蒙蒙的 其實你太陽出來的時候 那個看山 那個背影是黑的 我總要給它想像 總要給它想起來 其實我算了 原那個想法 其實就是有下來 所以一直一直就是 比較少做 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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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的這個地方 對於擁有就是山海比較平衡 所以我們每次開門 我們就看到山 所以對山是有感情 回到樸子的楊元泰 不只為了吸收土地的養分 也將自己的藝術理念 影響再替的深深學子 退伍之後 我就回到樸子 現在的六家國中 就是1966年 我到那邊服務 留下來的 這是第一件的 在公共空間留的一件作品 我喜歡比較有陽光面的 白色跟黑色 有黑色有紋理的對比 現在他們把它漆過了 當初做的時候 不是用油漆上成白色 它是用白水泥 現在它變成把它改成 它沒有用以前那個方法 去恢復它的原貌 除了作品被校方更動 校園圍牆綠化也使得 大師設計的校門遭到拆除 面對作品意涵因此埋沒 讓人太感到十分叹息 那個校門 也不是原貌 因為那個學校很 很狂 其實那個學校有兩個門 北邊的板 荒廢掉了 這個校門它也把它改掉了 是覺得非常可惜 我不是說它永遠要留在這裡 但是像這種你可以把它移一下 你可能用它要把它搗碎的那個錢 把它移過來 不會增加你的開支 就會留下來 就可以去回溯到那個年代 很多作家 你當初你想的是什麼 你表現的是什麼 其實這個才是重要 藝術的實踐也是生命的實踐 務實是貫穿楊元泰作為陶雕大師 長達80年歲月的藝術結晶 以第三者而言 或者是我是他的兒子 跟他相處觀察他的生活方式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簡樸 很重視簡樸養生 也重視務實的生活態度 追求自己的本質 你在看他的作品的時候 他就是透露出這種非常純樸的氣息 就是務實地面對你的創作 那用務實地面對自己的生活 務實地去面對材料這件事 老師的創作事實上是 奠基在一種非常嚴肅的 對於藝術的追求上 那這樣的一個追求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他說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那樣的一種跟大地緊緊相依的這種方式 的確是傳達出他父母那一輩的這種 務農跟土地緊密的情感關係之後 所產生的一種像是農民參觀 一般的一種精神狀態 就會反映在他的作品那種 非常內斂深沉的陶藝質感 和非常飽滿渾厚 然後可是卻很簡戀的造型語言裡面 然後讓我們在接觸到他作品的時候 然後感覺到一種精神性的風範 他給我也有這樣的一個影響 就是說無論什麼狀態 就是對於自己想要追求的東西 不管多或少 你就是一點一滴的一點一滴的去累積他 因為你的創作不可以中斷 別想像你創作你如果中斷 你要再上班就很難了 生活不可以有壓力 你如果想說你做的作品就要賣 你這就是一個壓力 這是從我來說 不是大家都適合這個生活 我就是會過很簡卜的生活 用最貼近土地的姿態 以土為主 陶雕大師不雕之美 文化部於107年發起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此計畫於嘉義縣市已有三案與十八個個案申請成功 隨著計畫的落幕 位於嘉義縣市的老屋是否達到了活化的效果 未來嘉義縣市的舊屋又該如何獲得保存方面的協助 值得我們深入去探討 木樓的部分都還好 可是它都比較潮濕一點 不知道是因為已經一百年了還是怎麼樣 潮濕度會比較高一點 潮濕度比較高一點 像這個 這邊也都不會淋到水 可是這邊的油氣重複一直擦 它還是都是濕 那我們的屋主他們 他們是婦產科的醫生 那他現在已經傳到第三代 那這個是黃瑤醫師的故居 那職業的醫師是他的太太 黃端雅女士 那黃醫師他在這邊風品相當好 人民對他的風品相當好 這是我們自己在修的時候的一些照片 這個在整修之前 2015年大概都是長得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有沒有 他把一些有問題的把它敲掉 然後再補 鋼筋再加強 灌水泥 然後再把它貼面轉進去 像這個有沒有 但是這個好的我們就把它保留下來 不好的我們就把它敲掉 這個不是這次計畫的 不是這次 之前弄的 之前我們自己弄的 我們自己弄的 他原來是日治時期的公醫院 日治時期的公醫院 就相當於現在的衛生所 就是衛生所 那光復以後呢 改製為衛生所 我阿公呢 黃清木醫師呢 從日本 這個 留學 回來之後呢 就擔任了這個衛生所的主任 然後在1956年 民國45年的時候呢 舖子公所這邊呢 他要蓋新的衛生所 所以這個 舊的衛生所 就把它拍賣掉 所以阿公呢 就有這個機會 把它買下來 買下來之後呢 樓下呢 就開設這個清木外科診所 樓上呢 就是我們的住家 文化部至民國106年至109年 推辦的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結合各地區文化部門協力透過建物整修補助 以及文化經營租金補助的方案 保存並發掘具有潛在文化資產的私有老建築 嘉義縣市截至計畫結束 有3案與18個案申請計畫成功 在嘉義市以及嘉義縣蒲子市經營咖啡廳的 蔡成傑與黃崇澤 分別以老屋成租人 以及老屋所有人的身份 參與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成租這間房子的時候 屋主已經做過修散 那基本上他保存 大致上都相當良好完整 也沒有什麼很大的整理 那我們就開始營業 那營業了之後文化局就自己自動跟我們聯繫 因為文化局現在很注重這個老屋的保存 除了政府有撥了一些相關的經費之外 他也相當的重視 他就主動聯絡 從2015年開始 我們自己就自己修的 已經也差不多整修完成了之後 因為我們發現有一些還是要補強的 那剛好呢 有這個機會有這個私有老建築物 那個的計畫 那我們就加入 那這一次呢 我們是用這個計畫來針對我們防水的部分 我們這邊會淹水 所以防水的部分呢 我們再做一個加強 分別申請文化經營租金補助 以及建物整修補助的蔡成傑與黃沖澤 也分享了他們在不同的申請項目時 不論是事前的準備 或是後續的內容規劃都有著不同的經驗 有 補助期間就會 你要需要按照你提的計畫書 因為他計畫書是有審核的 所以裡面會敘述我們要辦活動啊 工藝活動啊 種種我們要做的這些項目 好 怎麼讓他活化這樣的項目 那他審核過了之後 你要足月開始去一步一步的去完成 像他也跟我們提案說 你的環境你雖然是應該擔任 那你有沒有辦法提供其他的這個方式 讓民眾來了解這一間 或者是喜歡來這裡 那譬如說我們也有跟學校講 學校寫生也來過了這邊寫生過 因為只要這樣的話 價值一出現保存它才有力到 參與計畫之前我們也鎖定的目標 是說針對我們這個防水跟滲水的部分 來做一個加強 那另外呢 我也做了功課 就是說其實呢 現在的科技呢 我們還有更好的方式呢 來防止這些老物的一個老化或者是損壞 所以我們也打算用科技的方式呢 來做一個監測 我這裡有裝一個淹水感測器 這個白色的那個嗎 對 這個白色這個 只要淹水進來我們就能夠證測得到 那邊有裝煙霧偵測器 煙霧偵測器 我這一間我裝了22個煙霧偵測器 那我全部我都能在我的手機裡面能夠 能夠掌握這樣 對對對 我也裝了二十幾個 現在29.8度 29.8度 濕度是82 83 因為現在有下雨所以比較高 這些我都全部都在掌握 這個溫濕度機能也是在我這次的這個範圍裡面 這樣 蔡成傑與黃崇哲儘管申請不同的計畫內容 但都共同遇到了對於計畫書等文案撰寫科技應用上的困難 他們也認為這是許多老屋屋主都會遇到的問題 而負責承辦的政府單位也有相應的措施 並不是非常的懂 那最好是有團隊 那如果說沒有團隊的話也盡量能夠簡化這些 這些程序 因為這個程序對一般來講確實是沒有那麼簡單 那很多人都會因此而半途而廢 哇這這麼麻煩啊 這個怎麼樣 算了算了不修了不修了 即便他們有 如果說能夠讓他們以比較簡單的方式的話 可能還會有很多的老老建築會加入這個行列 那對店家來講的話就講過我們做生意嘛 我不是文職人員 這個部分他可能會比較反照一點 那這個應該是屬於個人的問題 那政府機關我一直覺得 大家在從事這邊的話他們相當的關心 那他們也願意提供很大的幫助 他也跟我們講 我們希望你們簡單 那你們當然既然是申請你們要得得到 那政府希望你們有一些不一樣的作物 那他也盡量協助你把這些作物做好 儘管文化部的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已經結束 但嘉義市政府10年來持續推動的 舊屋力計畫 能繼續保存著嘉義市富含文化特色的老建築 除了持續提供舊屋力計畫的參與者相關協助之外 也簡化申請措施 讓老屋主能夠更容易的申請成功 我可能就是因為大部分的品種尤其是 嘉義市的一些老屋的所有權人 就是屋主 通常都是年紀比較大的一些 婆婆、叔叔阿姨這樣 所以我們就會花蠻多的心力去幫助他們 轉寫這一些文件 因為我們這邊算是代辦文化部 文化部的計畫算是我們代辦 相對的一些作業程序會比較繁俗 或者是它的期程會拉得比較長 就是它可能就是對一般民眾來講 可能門檻還是會稍微高一點 那舊屋力計畫就是相對比較就是更地方性 然後所以我們的自己的貪心空間可以就是稍微比較寬一點 那對民眾來說也會更友善一些 城市的發展並非一味底朝都市化邁進 就有文化的保留與傳承同樣重要 已經結束的是由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 以及加一市政府持續經營的舊屋力計畫 努力讓老物語故事留下 讓文化持續代代傳承 以上是本期的新聞內容 我是主播徐建華 隨著期末考之後的結束 111學年度也即將告一個段落 許多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典禮的祝福之下 準備邁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中正一報祝各位畢業生蓬城萬里千城四景 ETV 我們下週見